现在民众的食安观念抬头 所以提醒业者在制作环境的品质上 也要有所要求 因为会被检举 卫生局日前就接获民众的投诉 说在鸟松区有一家米粉工厂 员工不但抽烟还把烟地乱丢 感觉环境很脏 经过卫生局现场检查之后 又发现了不少缺失 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卫生局接获民众投诉 前往位于鸟松区的这间米粉工厂 除了发现在搅拌区的地上有烟地之外 还有不该直接放在地面的原料以及饮料 环境显得有些杂乱 在他的作业区 多处有发现有烟地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也发现他的整个原料跟成品 并没有离地放置 还有作业区也有放置一些员工 自己个人的这些饮品 那另外比较重要就是说 他的整个砂窗是没有紧密合璧的 那会导致有一些虫鸟会飞进来 污染的状况 卫生局进一步指出 虽然没有发现员工在作业区抽烟 不过晒制场的沙窗未紧闭 可能也会有飞鸟昆虫进入 再加上落成 对食品可能造成污染 所限经过检验 产品成分都符合安全 只是环境品质需要再加强 作业区的民众要紧闭 防止这些虫铭 还有这些鸟类废入 污染这些食品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那另外在依照烟害防治法第15条 我们在室内场所也不可以抽烟 那抽烟的话会处罚款 2000到1万这样的一个罚款 那我们也依照食安法第8条 限业者限期改善 随着民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 越来越高 卫生局也提醒业者 要重视食品制作环境的整齐和清洁 包括工作人员的卫生习惯 希望共同为食品安全把关 才能吃得安心又健康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道